金星大家一定不陌生 仗义直言从来都是他在娱乐圈赖以生存的个性 但凡是有点黑料的明星都逃不掉他的各种怼 像张大大这种普遍认为差劲的艺人 自然也是难逃其口 这里是呱唧娱乐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金星吐槽张大大的那些事吧 先前金星参加吐槽大会的时候 上来就直接给张大大改名 叫他张小小 随后他又吐槽张大大说 刚刚吐槽李淡 能接得住丑人多作怪 你乐什么呀 这句暗指张大大也丑的话 一说出来张大大立马就低下头 尴尬又无奈地笑了笑 紧接着金星继续吐槽 说张大大别什么热闹都凑 并且还给张大大一个善意的劝告 在那个大大下面加两个点 以后叫张太太 这个吐槽简直要命 不但把张大大的名字给改了 连张大大的性别都给换了 底下的观众们听到金星这么吐槽 当场就笑得乐呵呵 而张大大被金星这么吐槽 直接就擦了擦自己的眼泪 完全是一幅凄惨的景象 而且节目组的后期 还特地给他做了两滴眼泪的特效 但金星对他的吐槽还远远没有停下 他继续道 什么节目都要上 什么钱都要赚 紧跟着就提到张大大2017年的时候 参加过一档原创警犬类成长的节目 叫做起兵神犬 他看到张大大参加这个节目的消息以后 当场就惊呆了 因为他心里想 现在什么人都可以当警犬了吗 而这句话的意思 也被网友解释为是在暗指 张大大是狗 听到金星这个吐槽 现场全部人都笑了 张大大本来还扶着自己膝盖 结果听到这里 直接羞愧的无地自容 但这还不是罪绝的 金星紧接着补上 警犬的门槛那么低吗 你以为你乱哑乱叫 就可以当警犬了吗 接着又说 张小小跟姐也不陌生 趁这个节目赶紧站起来 给警犬道个歉 至此 全场节目瞬间升至高潮 尽管金星这番吐槽 可以说是非常恶毒的人身攻击 但全场人没有一个感到不满 反而全部都是大笑不止 其实金星毒蛇是公认的 但他为何要用如此过分的话语 去吐槽 甚至可以说是侮辱张大大呢 答案只有一个 就是因为张大大活该 三年以来 张大大一直是虎扑 最讨厌男明星榜单上的第一名 而且网上吐槽张大大的视频 播放量高达200万 此外 他曾有一年被骂上热搜50余次 有人甚至称他为讨人厌界的天花板 他自己更是直言 被70亿观众不喜欢 而张大大之所以这样 都是源于他无脑的言行居置 2015年 我是歌手热播 在静唱中 谭文维并没有拿到理想的名次 作为参赛者的谭文维都没有什么不满 结果身为临时经纪人的张大大 竟然哭得里花待雨 还得谭文维反过来抱着安慰他 节目一经播出 张大大迅速被网友们指责 爱抢风头 此外 张大大是谢娜捧红的 但没想到 出名后 他开始自食甚高 节目中一副谢娜是谁 我靠我自己火的表情 他还在唱歌比赛中 对阿娇一脸炫耀 阿娇 如果没有我的话 你根本不可能走到最后一轮 还有一个综艺 他竟然对好心过来帮助的队友江潮 直接破口大骂道 不会寻犬海角 而他愤怒的原因 竟然是因为 江潮帮他完成了他自己玩不成的任务 再就是高能少年团播出的时候 到达现场的他连招呼都没打 第一句话就是对张一山说 张一山你好矮啊 再次以一己之力 让场面陷入尴尬的地步 就连贵为几十亿票房导演的陈思成 都能被他骂了一句瞎了眼 大家也都知道 萨贝宁的专业能力 一直都是相当出色 但张大大却敢在节目中直言 他的主持能力不及何种 然而更令人气愤的是 张大大在和王宝强一起参加某节目时 期间王宝强提了一句不痛不痒的建议 结果张大大直接朝他怒呛 你在教我做事 此话一出 与王宝强同队的陈思成都看不下去了 直言就是在教你 但万万没想到 张大大瞬间恼羞成怒 王宝强 你信不信我弄死你 此事一出 网友们纷纷开喷 集体斥责张大大滚出娱乐圈 不仅如此 当初在火箭少女101的解散网会上 喜欢卖惨的张大大 哭得比杨超越还凄凉 最后成了火箭少女 集体安慰张大大一个人 除了以上行为 张大大作为一个主持人还特别自我 时刻都在展示自己的高人一等 比如采访张一新的时候 他不停追问张一新 自己长得像不像郑秀金 而这种尴尬的问题 当场就搞得张一新 哑口无言 另外 先前 吴振宇带儿子费曼参加爸爸去哪时 费曼不小心摔伤眼睛 作为爸爸的吴振宇 自然是又气愤又心疼 谁曾想 张大大竟然评价到 我觉得作为家长 不要太玻璃心了 孩子只不过是摔了一脚而已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作为一个拥有一定知名度的公众人物 张大大用这种看热闹不嫌事情大 甚至毫无同理心的态度去评判这件事 可以说是三观尽毁 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 虽然张大大一直走在被骂的路上 但他的资源仍是接连不断 从一节目一档接一档 而网友们也将他这种成名的方式称之为黑红 但作为一个艺人 还是应该具备出色的专业能力 凭借真实的自己在事业上获得成功 而不是靠这种歪门邪道去博取关注 这里是呱唧娱乐 喜欢视频内容 别忘记点赞关注哟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的留言 说出自己的看法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关注